吳之平師傅 你好 你好 Wimple 今年是2024年是屬於龍年 屬馬年的朋友今年的健康如何 其實馬人今年都是很強健的 為什麼呢?我們叫龍馬精神 我們廣東人講很多俗話 其實是來自於玄學的 所以你看西遊記 西遊記那隻龍變了什麼? 變了一隻馬 頭三撞騎那隻馬是龍來的 所以換句話 龍和馬暗合 馬就變了很強健 但是也因為護藥太多精力 就容易有血光之災 所以馬人就小心駕車 小心出雇力去健康方面就可以安全了 那屬馬的朋友 他今年的事業又如何呢? 那屬馬的人呢 因為他的命犯血聲 所以如果他做和血有關的行業 就不能談了 比如是外科醫生 或者做血有關的東西 那如果他是做陰窄的東西都可以的 因為馬爺今年有個陰窄聲在那裡 比如做墳上秘儀館都可以 整體來說呢 事業方面很安全的 平穩很多 好過去年的 那太好了 那至於他們的裁員方面又如何呢? 裁和權 挖勾 在一個馬人近年 所以如果是做管理 或者他出到名 權越高 裁員多 所以他先求名再求財 就最好了 那屬馬的朋友的婚姻 或者感情方面又如何呢? 感情要是龍和馬暗合 所以變得很親密 但是你一馬比較太多精力了 今年就容易爭執 沒什麼耐性 只要噴一聲 吞一口氣 耐心一點 這樣就相當不錯啊 今年 明白了 謝謝你啊 伍師傅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答應 應該淹師傅 還不是 看一下